2月4号上午10点 台北总教区在无缘罪主教座堂 为荣修狄纲总主教举行坠丝弥撒 弥撒由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主理 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 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 嘉义教区浦英雄主教 台南教区林吉南主教 高雄教区刘正中总主教 花莲教区黄兆明主教 荣修洪山川总主教 荣修刘单柜主教和荣修李若旺主教 以及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 主教团秘书长陈柯神父 和50多位神长共济 前驻教廷大使戴瑞明 杜竹生 王玉元 和林旧山新道法师等人 与迪刚总主教的家人 和近千名修女及平信徒 前来追悼已故迪刚总主教 弥撒开始后 由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 功念圣座万民福音部 塔格莱书记燕涵 台北总教区秘书长陆有望神父 翻译燕涵中文 尊敬的台湾台北 中安住宗主教 我们由于台北荣修宗主教 迪刚阁下去世的消息 而深感悲痛 请向贵宗教区的神志人员 慧氏和平信徒 转达本副传部的忠心慰问 我们以感恩的心情怀念 他慷慨而忠诚的母职 以及他以随多和主教的身份 所做的古人心的见证 我们连同台北教会 即因他离世而干伤的人们 一起祈祷 恳求天父赐予他永恒 安息的福乐 路易师安东尼 他哥来书记 弥撒讲道时 承若时神父以马尔谷福音中 耶稣向西满和安德说 来跟随我吧 他们便立刻抛下渔网跟随基督 来形容已故迪刚总主教 迪总主教 像今天的宗徒一样 当他们听到耶稣招教来跟随我 宗徒西满和他的哥哥安德 立刻洒下渔网 好没有愁住 好没有犹豫 敌宗主教不是一个愁住犹豫的人 我们常常听到他就是说 可以 坐 好 走 不要怕 希望敌宗主教不要怕的声音 一直营绕在我们的教区 一直营绕在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面对真正该做的事情的时刻 发出声 不愁住 不犹豫 不害怕 承神父自嘲地说 台北总教区就属他和迪刚总主教的性格刚硬 因此 谈到自己以前经常与敌宗主教观念不合 承若实神父说 我自己个性刚强像石头 所以会跟当时的敌宗主教非常多的碰撞 甚至是用一些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我在几年前的基督活力 公开向我们的敌宗主教致歉 感谢天主给我这样的机会 今天在荣耀我们敌宗主教的时刻 也让我在这边向他道歉 敌宗主教不只是相信天主 他更是忠于天主 相信和忠于是不一样的 你相信你太太 和你忠于你太太是不一样的 总主教忠于自己的信仰 现在终于与天主永远的在一起 敌宗主教总是以天主是爱 爱主爱人 爱人如己 爱人如主 如主爱人 的二十字作为牧者的精神 台北总教区媒体组也制作了追忆影片 特别强调了敌宗主教经常提到的教友的时代 前台北市副市长欧静德弟兄说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 我去罗马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说 我干嘛跑那么远去 但是他觉得说 你一定要多了解 我们不能够只看台湾的教会 我们要看世界教会跟教宗的合作 他都一直鼓励我 他随时都在提醒 然后他也要我们看到说 台湾的教区每一个教区的状况 可能都不太阳 那么很多教友的组织 应该保持彼此的合作 我们共同的来宣导福音 做福传的工作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香 献絕 最后 中安柱总主教 向迪总主教献香 献花 献果 献絕 并带领全体主教 神长和与会者 向迪刚总主教 行三举功礼 在农历正月十四 历春这天 祈愿仁慈的天父 接纳这位可敬的牧人 在天国与您受祥永远的福乐